由东协的十个国家 叫日本 韩国 中国 澳洲 纽西兰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也就是最近常常听到这个RCEP 在这个月的15号就签订下来了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这个吹张嘴的凯莉 跟我们聊一聊 对不在里面的我们这个台湾来说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大家好 我是凯莉 OK好 所以这个凯莉 你对这个RCEP印象到底是什么 就很大啊 有15个国家嘛 然后这个贸易协定比欧盟还大 然后什么全世界GDPI三成 还有它名字很难念 名字很难念 这算好的吧 你看之前有一个叫WTO嘛 对不对 那后来又有一个美国主导 这个叫TPP嘛 那现在日本又要推动一个叫CPTPP嘛 那这才真的难念吧 我跟你说这些都非常难念 这一定有共识 尤其是那个CPTPP 有够难念 那个超过三个音节都没有母音 一定是日本人想的东西 你不能这样讲啦 讲讲让日本人这样种族歧视 人家还缩写欸 哪有不厉害 这每一次缩写 每一次都有很好的发音给你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 它不只是发音 我觉得不够体贴 而且它就是蛮中俄的 你看啊 就是人家美国是TPP嘛 所以这个日本是什么 CPTPP 比你还要comprehensive 然后比你progressive的TPP 我觉得你是要多强调 你很全面啊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RCEP 这次也是啊 什么regional comprehensive 也是在讲很全面 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 你不讲一直很全面 大家就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很全面啊 啊人家国家就数量多啊 那还比欧盟还大欸 那用全面很正常吧 我觉得不行 它这一点也不全面 你地图摊开 这些国家正中间就是台湾 没有台湾叫什么全面 丢脸 啊我们台湾就比较小吗 那没办法 它就是硬要忽略你能怎么办啊 那退一万步来说 这是个亚洲第一个嘛 亚洲为主的自贸协定 对不对 那至少有点亚洲风情吧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要叫个什么 青雄雄啊 CCC啊 就很亚洲啊 我可以说我都想好了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companionship 看这样也很全面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就是 呃 呃伙伴性啊都不重要啦 反正我觉得 雄雄雄雄 不行 雄雄雄雄雄 你知道那个是那个种族騎士 我当然知道啊 自己讲还好吧 那好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那个太敏感 那用RISE好了 蛤什么RISE 就知道这是亚洲的贸易协定 你加入RICE就有饭吃 你这都乱讲一通 反正由东协 以及中国所主导的RCEP 不管是从经济规模 贸易总额 跟人口数量来看 都涵盖了全球将近三成的比例 超越欧盟 成为全世界经济规模 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虽然里面也是包山包海 不过其中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在这个协定里面 定下了一个一致的原产地规则 让大家都要互相进出口 让这个进出口变得方便很多 还有啊 RCEP预计可以消除15个国家 全部的91%的产品的关税 那你看台湾就是出口导向的国家 那不在里面真的很可惜啦 对啦可是一直讲可惜可惜 那又怎样啊 签不到就签不到啊 国民党签不到 民进党签不到啊 大家都签不到 不是说什么挑衅不挑衅 中国会成九二二共识 就是签不到 是不是就得不到东西就不用再想 好那是原本可以赚到的钱 那就算不要看这种利益好 那未来这些国家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 台湾要跟人家竞争 就越来越很 就是那个差距越来越大啦 我是觉得哈 就是就算加入也会有其他问题啦 好那反正我们也签不到嘛 好原因很简单啦 其实里面就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中国 那中国不按照游戏规则来的这个名字 就是名声很臭嘛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协议到最后就是会出事 可是说实在这协议白黑字签都签了 是可以出什么事啦 哦例子很多啊 你看2015年中韩有签FTA嘛 对不对 结果那个韩国之前架设 那个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啊中国一不爽就说 还在这边韩剧啊 什么韩星通通不准来 现在其实是还没有开放哦 那当然这个FTA里面 当然包山包海 但是中国今天要跟你翻脸 你就翻脸啊 管你是之前签怎么样 这其实的确是个问题 对你看日本也是嘛 像这个日本跟中国还有韩国 他们其实在2012年 有签了一个叫做这个投资协定 理论上这种协定 就是要保障彼此的投资环境稳定 结果不然你记不记得这个中国在2012年的时候 因为跟日本有钓鱼台纠纷嘛 就就引起这个反日潮啊 怎么中国到处各省会都在这个砸车 好烧车搞到政府好像也没有在管 这叫什么稳定环境 没用啊 哎可是两国要做生意 只是有一些基础的信任度要有啦 那你这些都算是猜测吧 你要计算这种风险哪计算得完啊 对没错 但我觉得这个猜测就是很有道理啊 因为中国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嘛 那哪一天要是出事啊 这种协议最后就是把各国一起脱下水 大家一起报 那再看看一带一路嘛对不对 最后就变成中国拿到好处了 然后大家一起死 我是觉得不划算啦 你看印度都退出了 好了好了 那我们这个前这个嘉义县的副县长 吴芳明就认为说呢 在RCEP里面 这韩国出口的产品 有很多跟我们台湾是高度重叠的 那未来有可能在高阶市场呢 我们就会面临这个日韩的压力哦 那在低阶市场又受到东南亚国家瓜分 长期看来是不大妙啊 你会quote我也会quote啊 这个国发会看法 只是不一样的哦 他们说台湾出口到这些RCEP 签署国家的产品呢 有六成是这个机体电路半导体之类 就台湾很强的这些产品 那这些产品本来就有收到WTO下面的ITA 就是资讯科技协定的保护 所以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关税 几乎是七成是零关税了 所以本来台湾就已经有收到保护 所以没有RCEP就没有RCEP 所以说本来就已经是很轻松 或在卖的这个状况就对了 对就是不是说所有都很轻松了 但是很多很强的这些IT相关产品 是已经收到保护了 所以国发会后来是也有承认说 这个RCEP签了之后呢 我们产品中 在中日韩这三大国竞争 确实竞争压力也会比较大 那中金院的这个副执行长 之前有上过我们节目嘛 李纯他就认为说 台湾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个就是发展不怕关税的产品啊 比如说医疗器材这种赶紧关税怎么样 需要就是需要 那第二个呢就是产品升级嘛 那精品路线商品也 像我们台积电啦 对 脚踏车也是 对 台湾的脚踏车也是 那第三个就是寻求加入 其他的贸易协定啊 比如说日本主导的这个 没有阴节没有母阴的CPTPP 因为这里面的会员国 就三分之二跟RCEP重叠嘛 就可能可以减轻 加入不了RCEP的冲击 不过呢要加入这个CPTPP的话呢 就算不管中国的影响 最大的问题还是辅导食品进口 这个问题怎么办 然后你看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到最后 根本不是什么经济 就是政治因素嘛 所以大家吵来吵去 最后都就是 不知道在吵什么 都没有就经济问题来讨论 好啦 所以说这个RCEP签署之后呢 当然会对台湾有各种影响啦 不可能维持现状毫无改变啦 但是只有屏除掉这个立场的纠纷 用科学啊实际的态度来面对 才有可能得到因应变局啊 最佳的解答 好大家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 非常欢迎到网络上来跟我们讨论 我们马上回来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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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